特首崔西安今年的圣诞节要在寒冷的北方过了 早上一大早搭乘专机赶赴北京向中央述职 而期间正好赶上从明天开始到31号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 首次对澳门基本法进行释法 特首此行会不会和中央谈及政治发展问题 特首临行前表示正在等候会议结果 强调一切会按照程序执行 但我个人的看法 第一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有不同之处 这次也是澳门特别行政区12年了第一次 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相关的程序 等到这个回复之后 严格地去遵守来进行 第二点就是整个的过程 无论是启动权和决定权都是在中央的 崔西安表示等到中央有决定后会展开相关的工作 广泛听取社会各界主流民意 而此次赴京数值期间 特首将会就今年一年的工作情况 以及明年的市政方针向中央作出汇报 特首也再次强调明年会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放在市政首位 在北京数值后将会前往天津进行访问 二位是旅品陈建宁 澳门报道